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今天的这集录音中 我想来跟你聊一聊什么是脑补 最近我读了几本北京大学教授李宁 他所写的跟孔子还有论语有关的书 那么不管是孔子还是论语 应该大家都不太陌生才对 因为这个毕竟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都曾经有读过 而且还要考试 对我来说就更不应该陌生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俯修哲学 那个时候自己还选修了先前儒家哲学 还有宋明理学这两门课 而且都是蛮硬的课 然后以前其实对儒学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兴趣 也在图书馆去找了蛮多相关的书来看 更何况我们的日常用语 直到今天其实都还有好多是从论语出来的 那有些其实就是孔子他说过的话 比如说像举一反三 三四而后行 文职彬彬 几所不欲勿施于人 朽木不可凋野 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等 这些还有好多好多你不管知不知道的 其实都是从论语里面出来的 那可以说是不学论语无语言 那么如果说到孔子呢 你脑海中会浮现出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 特别伟大 特别高大 特别光辉 特别圣洁的这么一个人吧 孔子据说是很高大 可能是出自遗传 据说身高超过两米 其实在今天都还是一个巨人了 那不过如果你只是去看一看 论语里面的一些技术 然后包括研究一下孔子的生平 你可能会发现是另外一幅的图像 那孔子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 三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过世了 然后他是一个穷苦人家出身 然后是靠自己努力的苦读啊 学习啊 才渐渐的有了一些名气了 那么孔子的一个理想啊 是要回到西州时代的那个政治制度 那种封建制度 然后以礼乐来教化 以礼乐来治国 就是要赴州礼 那不过这其实完全不切实际的一件事情 甚至可以说就是很迂腐的 因为这就像我们现在要回到一百多年前 帝制时期的清朝 这个是不可能吧 因为就没有那个社会条件嘛 简单来说 那所以他再怎么样去苦口婆心 不管是去劝他自己的这个地主国 就鲁国的这个国君 或者说到处去周游列国 去苦口婆心的去劝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真的要理他了 那他还在周游列国的这个十多年的过程中 这个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是60岁左右了 在那个时代已经是这么一个老人 然后还要去周游列国 凭着当时的技术条件 那真的是非常折磨人的一件事情 那在路上的差点饿死 然后差点被杀 然后当他这个来到郑国的时候 又跟这个他的这个弟子走私了 然后就有一个郑国人 就形容说他像是一只上家狗 那这个孔子他自己听到了 他也点头同意 就是非常的不得志 那他也一再跟自己的学生 强调自己绝对不是圣人 所以总的来说 他其实一生活得很失忆 那然后这个失忆呢 其实多多少少也是自找的 就是那句话 知其不可而为之 因为这个时代变迁嘛 那你还想要恢复到 好几百年以前的那个状态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嘛 那这个李林教授 他有一个专长就是考古学 那么其实他在他的书里面呢 就是尽可能的把孔子的一些 生平事迹啊 一些细节呢 把它给还原出来 那读完之后呢 我就发现原来自己 对孔子啊 这么的不熟悉 那包括孔子会吃生鱼片 这件事情 那我们听过一个称语 叫做始不厌经 快不厌戏 这个描述的其实就是孔子 那这个是写在论语里面 有的 那其实描述的也就是周理 周理的这个 因为规范的很多嘛 那包括饮食起居 他都有规范 那这个快不厌戏的快字呢 其实就是生肉 那特别是指生鱼片 那所以孔子 他不仅有吃肉 那然后可能也吃生鱼片 那你会发现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啊 如果为小伯所用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脑补 他就会去投射 那其实绝大多数的事情啊 你真的要去细旧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啊 但是一无所知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关系 包括对于像孔子这样的古人 其实我们对他知道的很少 即便是现今所有的史料 我们把他拼售起来 还是有大片大片的空白 但是对小伯来说 没关系 小伯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去自动化的去脑补 那他会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去脑补 去投射 那特别是像孔子啊 像耶稣啊 这一类的历史名人 更是被投射的一塌糊涂 然后被神化 那包括我们现今 能够得到一些相关讯息 其实很多都是后人的穿着富贵的 比如说我在十多年前 也去过孔子的故乡取父啊 那时候的导游啊 他讲到这个孔子的生平啊 其实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啊 因为这个很显然的就是被神化吧 就是他就说这个孔子出生的时候啊 长得特别丑 然后就被扔到圣山里面去啊 就没想到这个柴狼虎包都来为他吃奶 那怎么怎么样啊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脑补出来的吧 那当然历史上也有传说啊 就说这个孔子的父亲蜀梁河是一只龙啊等等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讲说这个孔子的生平啊 其实算是蛮卑贱的 因为其实孔子呢 他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私生子 因为他的父母亲呢 似乎并没有正式结婚啊 OK 那我们如果去看一看过往的历史啊 就会发现 总会有些人把孔子当成偶像 然后甚至认为他是人类的救星 那你只要这个按照论语 去这个比如说治理一个国家 这国家就会大治 然后就会天下太平 大同世界等等 就是那句话叫做半步伦语治天下 不过似乎半步伦语治天下的这个典故 也是后人捏造出来的 并不是真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把孔子给妖魔化 然后让他为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负责 那我们会发现呢 小我他最喜欢的就是二分法 那因为毕竟小我的一个基因就是分裂嘛 那不管什么人什么事 基本上就是先分成好人还是坏人 好事还是坏事 那就方便可以去定罪嘛 这个正是小我需要的 那小我呢 他也很需要有外人偶像 让他可以去膜拜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孔子 耶稣啊 这个就是人类很主要的一个 偶像膜拜的一个对象 那就是常常成为一个摆设 那跟我们去膜拜 因为小我很需要从外面去得到力量嘛 那你会发现往往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了解的越多 然后知道的细节越多 就越缺少脑补的空间 那其实我们就越会发现 似乎任何人他都有他小我的一面 甚至都有他非常小我的一面 那某方面来说 我们其实并不想知道太多了 因为知道太多了 这个脑补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嘛 但是脑补是小我需要的 那如果你知道的还更多一些 那我讲的就是 你还知道有上主啊 有这个圣灵的思想体系 那么小我就可能会彻底失去 他所有的脑补跟投射的空间 那这当然也就是他最不乐见的啦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 希望对你的学习会有所帮助 那最后呢 我们也广告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线上工作坊 线上训练营 那我们下一期的训练营呢 是在9月的6号到12号 那这个 这一季的这个训练营呢 是主题是要教大家 如何穿越修行过程中的低谷期 也就是黑暗期 那然后怎么样 具体的去自我面对 然后去面对内心的抗拒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那我们疫情之后呢 都改成线上的工作坊啊 那线上的这个工作坊呢 之前到现在都是一周的事件 然后不会影响到 大家的工作为主 那么在这个一周的过程中 我们也设计了 设计了有许多互动的环节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会对三个同学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情况会比较熟悉 那所以在周末的这个 两天上课的过程中 这个上课内容 就会是为每一期的 这个工作坊的学人 两生定制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 了解工作坊的细节 也都很欢迎可以私讯我 感谢观看